拿起食材 在棒衬上仔细测量 一点都不马虎 头戴黑色鸭舌帽 他就是范贤克里斯 到大学客串一日教师 校方还以国际大师来介绍他 专业形象受到许多学生喜爱 但没人想到 他竟然是一名国际通缉犯 国际大师被警方狼狈压制在地 拿假护照潜入台湾躲藏 还用大厨身份招摇撞骗 开设的厨具店吸引不少粉丝上门 以国际名厨之姿在台打出名号 更多次登上媒体版面 通缉犯的身份 整整13年都没人发现 44岁的克里斯是名通缉犯 在美社犯商业窃盗罪 以及逃离监管罪 96年时他持加拿大帽领护照 从美国来台湾找女性友人 期间使用派check假名 还找人合伙投资卖烹饪器材 结果因为对女友施暴 遭通缉判刑8个月 加上帽领护照一共服刑10个月 5月22日遭到驱逐出境 同时也通报美国的洛杉矶警方 在机场也将这个犯贤逮捕 并且积压 克里斯用双重身份 在台湾过着舒适生活 但他一直想隐藏的真面目 却因为对女友施暴 因此曝光 躲不了回国面对牢狱的命运 记得综合报道